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7.1b的练习 这个是圆的面积 so我在这边呢 再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有这个圆呢 我们只有两个公式罢了 一个是圆周 圆周的周长我们叫Supference 然后用C的话 C是等于二拍R 或者是拍D 当然我们背一个就可以聊了 背那个半径的就好了 二拍R 然后呢A呢 它的面积呢 就是拍R频法 那你就要看它要找的是什么 像这里半径跟直径呢 它直径的关系就是这个半径乘 半径乘二就是直径 像7乘2等于14 5.6乘2等于11.2 然后280除以2等于140 接下去面积呢 我们将用 7分之22就是拍 然后半径的频法7乘7 像这个也可以约掉7嘛 22乘7等于154 所以我不知道这一个 Jayton的面积 到底用了什么来计算 OK Anyway 然后这边 7分之22乘3 5.6乘5.6 你可以约掉一个7 7 8 5 6 22乘0.8 再乘5.6 当然这边我觉得它的那个数据 有点不太容易算了 所以可能会需要用下计算机 我个人是觉得 你这一边你用偷用计算机 我是觉得OK了 只是考试的时候 你要知道怎样去算出来就好了 OK 那再来7分之22乘3 140乘140 7跟14可以约减得到2 20乘22等于440 所以你计算一下440乘140啊 就可以了 50400 4416 414 56 5600啊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呢 就会得到61600 OK 61600 大概是这样子 OK 没问题哈 大概它的做法 是这样的 接下来呢 这里也是一样的 直径是4.2的话 半径就会是2.1 然后呢面积的话呢 就7分之22乘3 2.1乘2.1 所以这个7321啊 我们可以赚到0.3乘22 再乘2.1 你可以借助一下计算机了哈 然后呢我们就会得到13.86 那这一个呢 给你面积哈 要怎样找呢 我们知道说面积是等于πR平方 所以我们的面积除以π就是乘上22分之7 你就会算到10.25 这个是R平方对吧 你这个移过去呢 你是找到R平方 所以过后呢你要开根号 当然这边 这边要开根号不容易啊 这题呢做出来应该是10.6吧 所以你要自语意 你要怎样 有些同学叫你要怎样做呢 你可以用110 它是110又4分之1 点25是4分之1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进行同分 441 441除以4 那441其实开出来应该是21来的 21然后呢再除以2 也就会得到10.5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造法了 10.5是半斤 直径就会是乘221 然后呢这个314又7分之2 你先换成甲分数 得到7分之2200 然后呢也是一样的 除以22再乘以7 7月掉22月掉得到100 100开根号等于10 这个就比较简单 10再乘2就会等于25 就是它的值钱了 OK 这样了 OK 再看下一题 求个圆的面积 这个半斤是10.5 10.5乘10.5 再乘上7分之22 呃你可以 你可以越减一个7吧 7 7 735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呢再乘起来 anyway最后是穿到316.5吧 好 然后呢这个 啊 排是2分之7 2分之7乘2分之7 再乘上这个7分之22 7可以越掉 2可以越掉 最后得到7乘11 等于77除以2 OK 保留回这个甲分数 呃也是OK的 再来这个呢 半斤是7啊 所以是7分之22乘上7 两个7 越掉一个7 22乘7等于154 OK 非常好 就是这样 大家看第三题 以置一个圆的半斤是4 请问他的面积是多少 这一题直接套入那个πr平方的公式而已吗 对 Jaden在这边乘2是找直径 直径再乘半斤 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再补一个π 我真的不晓得你在做什么啊 所以请你记得好我们的那个面积的公式是πr平方 r是等于4 4的平方就会等于16 这题答案就是16π而已 好 第四题 你知直径是17又二分之一 求面积 直径是17又二分之一 再除以2 就会得到四分之三十五 这个就是他的半斤 然后呢 面积就会是7分πr平方 所以7分之22 再乘两次四分之三十五 四分之三十五 我们可以越减一个7得到5 我们再越减一个2得到10 然后呢 就55乘上35 再除以8 你就会算到 这个与同 我不晓得赌 对 OK 但是呢 看起来啊 好像是OK啦 所以5乘上35 最后 不是很对哦 越减7得到5 越减2得到42得8 好像是5乘35去啦 也不对啊 你的220是怎样来的 好像漏了这个识意哦 1925除以4 最后的答案呢 应该是140.625 625其实是8分之多啊 8分之5来的啊 所以如果你要保留 保留回那个假分数呢 也是OK 所以这题 这个分子这边弄错了 1925啊 1925 所以最后答案是240又8分之5 240又8分之5 OK 再来看第五题 一个圆的面积 如果是36π的话 πR平方等于36π π越掉 R平方等于36 R就会等于6 那半径就出现了啊 答案就这么简单 非常好 OK 正确 再来第六题 圆的半径是212π 所以呢πA等于πR平方 212π放进来 π越掉 R平方等于121 开根号 你就会得到10E 这个是10 120E是11的平方 这个应该是要飞起来的 所以呢半径为10E的话 直径就会是22 这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第七题 是一个圆的面积是38 又二分之一 求他的中长 除以22分之7 这个你要注意啊 这个是R平方啊 所以因为你是πR平方 等于这个38又二分之一 所以π拉过去除 也就会得到乘上22分之7 那这边你换成甲分数 又变成二分之 二分之七十七 你可以越减11 得到7 越减11得到2 代表说你是7 四分之四十九 开根号啊 你就会得到R 就会等于二分之7 对吗 因为要开根号啊 4可以开根号变2 49可以开根号变7 好像你们还没有学根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讲中华这样子的调整 会弄到很多问题 开根号这个东西 你们还没有学 其实开根号呢 很简单 就是2的平方是4 4开根号就2 所以我们看到完全平方的话呢 它的那个根号呢 就会是 你要找两个数字相乘 等于这个数字 就我们就叫开根号 所以这一边 七七四十九 所以呢 那个分子就变7 22得4 这样的分子就会变成2 这个就是所谓的开根号了 OK找到了面积是 半径是2分之7 周长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 C等于 2πR 对吧 那我们呢 π用7分之22 我的R用2分之7 7跟7月掉 2跟2月掉 那个周长 就会是28 大概是这样的 还没有做完呢 对不对 还没有做完呢 就这个 而且这个12.25 是R平方来的 OK 那第八题 已知一个圆的周长是66 周长是2πR 这样π用7分之22 那我要找R的话呢 其余的就搬过去对面 你的2好像没有搬来 这样2忘记搬了 所以正确来讲 应该是66 有啊 有Priker去变2在这里 对对对 我没有看到 然后呢 这个22分之7 你可以对调一下 你变成 这样子 你变这样子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越减 22跟66可以越减变3 7321 所以它是21除以2 等于10.5 你明白 这个半径为10.5 面积的话呢 就10.5乘10.5 再乘上7分之22 就可以得到346.5 应该前面有计算过 好像是这个答案 第九题 U图我们有O OABC是一个半元 然后呢 ABC是一个等较三角星 还有AC呢 是20 等较三角星 这一集 当然这一集它的做法 就是用半元的面积 减掉去三角星的面积 至于这个三角星怎样算呢 它其实等较三角星的话呢 它有一个规律 就是说它是 这个等较三角星的话 我可以把它变成等较 其实它是等较之较三角星 所以在这边是10成 20 这个砍一半就10吧 它半径是10 所以这个高较也是10 所以最后当然这里90度 因为它是四分之一的关系 等较关系 那它就会得到那个 我们先看 3.14啊 好像少了一 先看它的这个半元的面积 二分之一 πr平方 这个不是10 应该要用 不是用20 应该用10成10 OK 所以这个应该用错了啦 二分之一没有错 半元 然后π 那越减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100 所以最后减一减 你就会得到57cm平方 好 这个卵的就是着色的部分呢 答案应该是57cm平方 再来这一个呢 再来这一个呢 它的正方形是40cm的这个正方形 正方形面积是40乘40得到1600 没有错 那你会看到圆形的部分好像就没有颜色 所以它要找着色的部分 应该是正方形减去圆形 那圆形很简单 你可能觉得说老师半径是多少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直径是40嘛 那半径就会是20了 所以你只需要再减掉什么呢 πr平方 它的π用3.14 它的r用20 平方乘两遍 所以两个零接给它就是314 22得4 314再乘以4就可以了 41416 41456 432 然后呢减一减 12349减5得到4 6结位得到5 5减2得到3 344减平方 这个就是着色的部分 简单来讲呢 就是用这个正方形减圆形 ok 那这一边 T形的面积啊 大家还没有学过 所以你看啊这个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那个 中华要这样子乱乱调 它的那个顺序 T形的面积我们讲一下 T形的面积是2分 底层高除以2 上底加下底层高除以2 ok 那这边他先告诉你说 EFG的直径 EFG的直径是42 然后AE等于BG等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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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CT是30 所以这一提基本上呢 我们用T形的面积减去半圆的面积 T形的面积来讲呢 T 等于上底是30 下底是40 加40 再加42 上底加下底 然后呢乘以高是40 再除以2 40除以2得到20 等下这个东西再乘上20就可以了 4加4 4 3 12 再加上152 152乘2呢等于304 所以这个面积是304 先平方 再来看这个半圆 因为EG直径是42 那他的这个半圆的 半径是21 1分之1 Pi R平方 好 我们越减一个2 越减一个7 最后33乘 33乘2 21 就会得到6363 所以是693 那我再想一下 上底加下底 4 3 12 3 12 12 加第5 我好像成我忘记漏了一个零 对 sorry啊漏了一个零 如果是漏了一个零 减不到啊就就就很奇怪了 ok这里呢塞塞一个零 我我忘记成这个零 ok 所以呢这个半圆的面积是693 这个梯形面积是3,040 减一减 123 得3 4 5 5 7 8 9 得到4 这一个 这一个 要借位给他得应该是9 9减6 得到3 这个2 应该是2347 大概是这样 ok you you图的这个 仓库截面 上面是半圆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半圆的半径应该是7 对吧 因为那7除以2这样的啊 然后下面是长方形 所以这个面积怎样算 首先我们先看 长方形是7 7乘5嘛 再加上1分之1的πr平方 πr平方7乘2分之7 好 所以越掉一个2等于11 越掉一个7 好 就会35 75 35 再加上77 除以2 77 除以2呢 你就会得到 3 326 17 826 10 5 所以两个相加 得到73.5 好 这个就是他的 融结面的面积了 OK OK 再来第13题 又图是半圆的环形铁片 外半径是8.5 8.5 8.5在这边 内半径是5.5 好 好 所以我们呢 你就当作是一个圆环的话 就是大圆减小圆 再除以2就好了 好 那我们大圆是 π乘8.5的平方 减去π 乘5.5 乘5.5的平方 再除以2 当然这个做法啊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奇妙的地方 就是前平方减后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前加后乘前减后 8.5加5.5 乘上8.5-5.5 这个呢 又是在 又是在那个代数那边有交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5加8 5加6 等于14 这个5-3得到3 8-5得到3 这样子 所以越减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如果π 换成7分之22的话 7分之22 又可以运掉7 最后呢 22乘3得到66cm 平方 好 所以这题大概是这样子做 第14题 这一个的 它问得于运动场的面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半圆 这里是一个半圆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整个圆 我们基本上呢 就用一个长方形加一个圆就好了 那3.14乘上40的平方 得到5024了之后 你要再做1000 好 你要 你这边是100乘80嘛 所以这里是8000 好 你再加8000进去 你就会得到 13020 OK 我不确定你这个对不对啦 好 我按气象请讲 3.14 3.14 3.14 乘上40 再乘上40 40平方 直接这样看 OK 5024正确 然后呢 再加上中间长方形 100乘80 得到8000 然后再加8000进去 就是你的答案的 alright 这一题 你着色的部分 呃 是这个 面积 对 着色的部分的面积 当然你用的就是圆形 减去正方形的面积 当然这 只是很多同学就讲 老师这个正方形很帅 对吧 因为正方形 然后 我们 只到直径 是20的话 那 圆的话 圆的话 OK啦 圆是 拍R平方 拍用3.14 它的R是10 10的平方 这个算出来是314CM平方 问题是那个正方形怎么算 正方形 它除了边长层边长以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呢 就是二分之一 呃 这个对角性相乘 也就是20乘20 再除以2就可以了 20乘20等于400 400除以2等于200 所以我们再互减一下 314减去200 就得到114CM平方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着色的部分 OK 一样的概念 用圆减去正方形 这个 之前好像是正方形减圆 这边是用圆减正方形 那这个呢 用 着色的部分 其实就是ABCD的这个正方形 减去这里 四分之一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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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圆 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 我们的正方形 因为它半径是5 它整个就是10 就是10的平方 就是正方形的面积来 正方形的面积 10的平方 100 圆的面积 圆的面积是 3.14 乘上5的平方 这个就比较难算一点 我们用计算机 3.14 5 5 25 乘上25 不好算 78.5 78.5 那78.5 我们再减一下 1.5 减出来 9-8 得到1 9-7 得到2 21.8 21.5 CM平方 OK 就是着色的部分 最后一题 它要找的是 着色的部分的周长 和面积 其实面积 你只要把这一片 贴下来 你就会发现到 它不就是那个 什么呢 半圆的面积罢了吗 对 所以呢 面积 我们是用 7分之22 乘上OA的这个28 乘28 3 7 4 28 88 乘28 28 乘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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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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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拍R罢了 因为它一半 所以这里月减724 748 你会发现到224 4乘22 4乘22 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4乘22 等于88 所以88加2 88再乘2就会等到176 所以它的周长是176 应该是这样 88加86 8加86 176 对 大概是这样